iPhone在华销量下降30%,三星发布折叠概念手机。 据杰弗瑞分析师称,2024年第一周,苹果在中国的iPhone销量大幅下降了30%。 尽管中国主要在线平台积极打折,包括拼多多上iPhone 15 Pro机型降价16%, 但降价仍是导致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出现两位数下降的主要因素。 这凸显了来自国内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,尤其是华为。 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,华为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增长了6%。 杰弗瑞预测,苹果在整个2024年将继续面临挑战, 出货量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,而华为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。 预计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约6400万部, 比2023年预计的不到3500万部大幅增加。 另一方面,三星在2024年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了突破性的Flexing Outflip概念。 这款创新设备允许用户双向折叠6.7英寸屏幕, 为手机设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形态。 向后折叠时,设备的一侧会稍短一些, 以避免遮住摄像头, 从而方便用户快速访问图标, 媒体控制和时间电视信息。 虽然这一概念尚未确定是否会投产, 但它暗示了三星对更多功能翻盖手机设计的探索。 与传统的Galaxy Z Flip不同, Flexing Outflip可以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, 在打开和关闭时使用相同的屏幕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